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出访第三战事到西岸伯利恒 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会面 特朗普在阿巴斯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两人之后举行会谈 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竭尽全力促使以巴达成和平协议 阿巴斯对此集体正面回应 就在特朗普访问 在以色列之际 一千多名巴勒斯坦人举着巴勒斯坦囚犯 在以色列监队里绝食的海报和标语牌 在边境地区抗议 分析指特朗普希望成为世界上伟大的交易大师 要将以巴之间长达一个世纪的冲突 转化为一份和平协议 NDP7综合报道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